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蓮娜公主的廚房 今天我要來做草莓果醬 首先清洗草莓 先用大量的清水清洗幾次 把外表的沙子、髒東西洗掉 洗的時候輕輕的剝,不要用力搓 否則容易傷到草莓 洗草莓前先不要切掉地頭 以免髒水污染了果肉 果肉泡到水很爛 最後再一顆一顆把地頭的葉子剝開清洗 草莓洗淨後擺在乾淨的廚房紙巾上面 再用一張紙巾拍乾 不要讓水分留在草莓上面太久以免爛掉 要把草莓切片 喜歡吃到大顆口感的可以切對半就好 我的習慣是切成四片 加入砂糖醃漬24小時 糖的作用不只是讓果醬有甜度 還有防腐的作用 糖的比例越多保存期限也越長 所以糖的用量不要因為怕甜就加太少 通常做的草莓果醬的話 我的糖的重量是草莓的50-60% 就是一公斤的草莓大概用500-600克的砂糖 鹽子的時候最好放進冰箱冷藏 中間可以攪拌一到兩次 放了一葉就形成了糖漿 準備一顆檸檬汁和一小塊蘋果磨成泥 檸檬汁的作用不只是增加風味 檸檬的酸和果膠結合也會有凝結的作用 因為草莓的果膠不多 所以加入含有豐富天然果膠的蘋果泥增加稠度 蘋果泥的量不要太多會搶了草莓的味道 除非你是要做蘋果草莓果醬 把檸檬汁和蘋果泥加入草莓裡面 先開大火煮滾 接著轉中火慢慢熬煮 煮果醬的鍋子不適合用鐵鍋 最好用銅鍋或不鏽鋼鍋 鍋子最好要高一點 因為煮肺後會脹很高 加入一小塊奶油可以消除泡沫 不加也可以 煮果醬的同時來消毒瓶子 把玻璃瓶和瓶蓋用水煮沸5分鐘 拿出來放涼 小心燙 請戴上手套保護 一開始煮的時候草莓汁很多 可以不用一直攪拌 煮到湯汁慢慢收乾 有點濃稠就要顧著爐火 撈掉浮沫 要測試果醬是否煮好 可以預先把小碟子放冷凍庫 挖一點果醬在冷凍的碟子裡 然後放進冷凍庫5分鐘 看看冷掉後的濃稠度 是不是自己喜歡的 記得測試濃稠度的時候 要先把火關掉以免煮過頭 這樣的濃稠度 可以用來做淋在鬆餅或優格的淋醬 但我覺得用來塗抹麵包的話太稀了 所以再煮一下 把果醬煮到106度C左右 大概是這樣的濃稠度 用手指劃開果醬不會立刻結合 那搖晃碟子會緩緩的流動 煮好了果醬立刻裝瓶 如果瓶口有沾到就用乾淨的廚房紙巾 沾剛剛煮瓶子的熱水擦乾淨 瓶蓋不要懸太緊 稍微有緊就好 記得戴手套真的很燙 再一次放進水裡煮沸10分鐘 水要蓋過整個瓶子 這樣可以徹底達到殺菌的作用 讓果醬的保存期限更長 拿出來靜置一會兒 會聽到爆一聲 瓶蓋會從凸的變凹的 這樣瓶內就達到幾乎真空的狀態 把瓶蓋再次鎖緊 開瓶給大家看看 真的很緊 用指甲扳不開 會用小刀或湯匙輔助 果醬放24小時後 還會更稠 所以不要煮過頭了 如果隔天覺得太稀 可以再煮一次 不開封的果醬放在陰涼的地方 可以保存一年 開封後每次用乾淨的湯匙挖取 並且冷藏冰箱 大概可以保存一個月 不過不管有沒有開封 我都是放冷藏保存 如果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讚留言分享 與訂閱我的頻道 連打公主的廚房筆記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